自1949年上海解放以来 这座城市已经经历了70年的发展 如果说哪条漫游线路 最辉煌最崇高 最具理事传奇 那就沿着上海解放之路去寻踪吧 首先我们来到上海的宝山 在宝山林园广场中央 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塔 正面镌刻着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八个金色大字 背面是著名的热血风碑 眷刻了在上海战役中牺牲的 7995围烈士的英名 岳浦镇 岳浦镇是进入吴松宝山的唯一门户 如今的岳浦镇 一切都是崭新的 那些埋伏在田野沟龙上的摄人碉堡 都已不复存在 唯一承载那段记忆的 只剩下岳浦公园内的 上海战役岳浦公间战纪念碑 吴松口科兵码头 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入海处 是当年国民党军 重兵扼手的海上逃路出发地 1949年5月25日夜间 撤运国民党军的船舶 相继驶离吴松口 26日上午八时序 解放军先投部队赶到吴松口 为及登船而为及码头的国民党败军 全部成了解放军的稳中之别 浦东 另一个主战场 70年前解放军在川沙高桥等地 与国民党军进行了16天的激烈对战 壁区地标高桥古镇 高桥镇是历史优秀的一个水乡古镇 东西老街上还散落着 数座各具历史特色的古民居 位于东街的养贤堂 就是其中代表 国民党军在溃退时 曾纵火焚烧店铺和命宅 养贤堂因结构坚固而屹立不倒 其外墙至今 轻信地留有几个弹孔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市区 1949年5月23日夜 上海市区战斗大响 曹宝路是进入上海市区的路上要道 沿着曹宝路西行便是七号桥 一座钢筋水泥的堡垒 后然出现在桥的东吐北侧 解放军在此激战数日 最终攻克了七号桥方线 打开了解放上海市区的西大门 杨树普工业区 1949年5月27日 市区已大步解放 但国民党青年军八千余人 仍驻守于杨树普发电厂 为了防止供电系统遭破坏 陈毅同志请国民党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 对其学生取照进行劝详 终于和平解放了这一荣耀区域 苏州河畔 接到命令不得使用重武器的解放军 与占据桥边高楼抵抗的国民党首军 在苏州河畔展开了上海战役中最后的基站 外白杜桥条北兔 有一座黄褐色的装饰艺术牌建筑 已经与外白杜桥相伴了八十余载 它就是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 它是解放前上海仅次于国际饭店的最高建筑 上海战役时 它却是外白杜桥上最危险的活力点 沿苏州路往西走便来到四川路桥 直到今天 四川路桥边最高大的建筑 还是桥北图西侧那幢 有巴洛克市中楼和古罗马市居住的 邮政总局大厦 从大楼上发射的活力 可以完全覆盖到整个桥面 子弹像流星雨一样在桥面上飞旋 突击的勇士一皮皮倒下 沿着河再往西走 有一座造壁厂桥 现在叫江宁路桥 1949年5月25日上午 海关总署观景总督察王仲明 走过这座桥去劝响国民党守军 5月26日 国民党军第51军投城 邮政总局大楼 至百老汇大楼一线的国民党青年军相继投降 5月27日 上海全禁解放 如今 这一带成为了都市旅游的精华之一 市民游客在这里平调历史 感受当下的美好生活